政府在上星期五 鄉上宣佈將開放美国磁肉鎮靠台灣 這個消息引起社會各界的討論關注 為了堅守人民的健康 各自國民黨部 聯合基盤 反對含無瘦肉精的磁肉製品 靜靠記者會 包括各自國 市長 黨社會 各民黨市長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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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各民的健康 這次五 政府向上三部 將要開放含有三馬精的磁肉進口台灣 這個消息強勁的重創台灣磁農利益 將會影響到全國民眾的健康 對此該管齊國民黨 黨部 聯合教育記者會 並好有政府 別因為政黨利益 利益去全國人民的健康問題 將來反對政府開放含有三馬精的磁肉進口 民進黨政府不應該沒有進口 以我們的豬肉 或者是我們的百姓 做一個公聽會 或者是一個協調 就進行美國的關聯來之後 在禮拜五就宣布說要開放這個磁鳥 這我相信對台灣的人民健康來說 是最不好的 教育保有幾天 所有學校 營養養養養養養 這個含有所有的地域 都要給我們台灣溫度的地域 這代表就是說 這裡 絕對對身體的健康有影響 參選這種政府 它怎麼做 我聽國會和明明 現在呢 嚇到頭路 因為海西人 台灣這些地域 這次有一個地方的消費條件 這次一直以來都已經中時民眾的健康問題 如果中央政府最後決定開放 典型政府將會移照 這次是安自自條例來進行嚴格罷關 因為將這個實安自自條例 第六條的部分呢 我們會加入這個刑責 那麼罰則希望我們這個市議會 能夠給予支持 那麼對於落實這一項的罰則 市政府各相關單位一定會不遺餘力 在這個之前我們會嚴格罷關 所有肉品的販賣市場 市集 或者是我們營養午餐的使用 老人共餐的使用 我們在各個層面裡面呢 我們一定會加緊腳步 嚴加的保關 我們確保這個國人 以及市民的食品的健康 這個食用的健康 食肉的健康呢 市政府各單位一定會確定以赴 該市國民黨黨部思議長中修法表時 該市市安自自條例 當時通過時 並沒有加力罰款 是依照中央罰款來接行 不可政府由於將罰款的降價 中修法表時 一種地高的婚姻思維時 提案認識 總會在該市市安自自條例來 加力罰款條例 你該官國民黨黨部 也將比较反例進行提案認識 我們雖然市安自自條例有訂 不得檢出這個瘦肉肌 但是當時我們訂的這個自自條例裡面 沒有罰整 因為當時中央已經有訂了罰整 它最從六萬到兩億 它的罰整是這樣子 那我想我們未來責成我們嘉義市議會 來提案來邀請其他的黨籍 其他的我們不同黨籍 或者無黨籍的這些議員同仁 共同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聯事 來提案 你要實施進行 你跟府邸密發議 有才是真的辦公圈 你看看 獨裁的 直接不甘心 明年就要實施了 今天我們原市議會 同樣 我們嘉義元議會 我們是在外國人議會 我們同樣的公圈這些議員 要來結合的無國政連民 甚至 民民進黨這些議員 我們拜託他們說 加林連署 來 政府出議員 這個事務安法 我們要把關 為了我們自己的官民 發展要把關 順便就是要照顧我們在地 這些市民的民 美國豬肉豬地 在社會七少年少 今次造成社會各界的 批評下輸去 要如何繼續跟人民 繼續對話 也可要到政府的地位 離開關 市國民黨團 今次讓民進黨政府 別忘記過去 所說過的話 讓國民吃得健康 安心 先想到民家的吃菜 報道 行動帳單 客服服務 讓您帶著走 一次滿足所有需求 旺TV行動客服 最聰明請快去下載喔 旺TV數位電視